嗨 大家好 今天繼續來逛一下寶可夢 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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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祭典 因為他上次只開了任務1 然後我看他這幾天已經開了任務2跟任務3 另外他這個遊樂園的部分也好像全部都開放了 就是他商店接的那些地方都開了 我不確定他是不是之後還會再開一些其他的地區 因為他我看到還有海邊區什麼的 然後他這幾天好像也會有一些 就是他會有一個什麼公開放映的一些活動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反正他好像是要到另外一個會場去 就是跟一堆玩家一起看一些影片什麼的 好那我們現在就先看看任務2是什麼 這個寶可夢的就是虛擬角色 我看他今天更新就是可以選皮卡丘了 可是皮卡丘比較普通 就是他是戴一個帽子 像這個兔子的話好像有尾巴 這個是個文字 我這裡的這個地圖還沒解開 然後這裡好像只有一個人在解 剛剛另一個然後跳掉了 這個人好可憐 這個人一個人解不知道解不解出來 然後我要在這邊摸魚 我剛剛發現現在玩任務的人蠻少的 是我剛剛都自己新開一個 因為我剛才找到攻略了 不過這次的 這次好像比較複雜 因為他如果要玩的話 就是要把這些 這些這叫什麼 填空都把它填滿 填滿之後再由這邊 才會得到答案 所以算是需要蠻花時間的 所以解完之後 這就是 上關解完之後就會 這邊好像跟任務1的寶可夢不一樣 這都是電屬性的 然後這個獎帳背後是皮卡丘 跟我的頭套一樣 我的頭套也是皮卡丘的 這是劇場版吧 這是為什麼我學蠟筆是粉紅色的 這兩個人還在看 看預告片啊 我近幾天有看那個官網 他有寫說就是周末 他們有 有放一個那個 好像是破曉之翼的那個嘛 他的那個動畫 他有放一個 公開播映的一個活動 接下來換任務3 看看任務3要什麼 現在任務3也沒人 他一開始就是要按那個按鍵 他這個任務時間也差不多是40分鐘 這個要騎滿6個人也太困難了吧 我看我看那邊 我看那個大廳都沒什麼人啊 這個 不知道是不是按鈕可以按的 怎麼不能按 又是一些 看不懂的符號 我來看看這要怎麼解 好我現在在任務3的第三關了 前兩關真的蠻難的 他這個都要解謎才能知道答案是什麼 但是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那個題目 所以我就只能按那個答案 然後前幾題就是 按一些那個幾何形狀的按鈕 然後第三關的話 他就是要 要按照這六個小房間的題目 然後按順序把那個答案按出來 然後1到6的順序就是 時鐘 時鐘 音符 西瓜 西瓜 然後這個是下水道 就是一個管子 接下來是 應該是皇冠吧 然後最後是這個 這應該是一個房子 然後按完之後他就會說 就會說 這個 六個 變黑的時候 然後沿著這個腳步 腳印 然後 跳進去 然後我就發現這裡有個地方可以跳 好 然後過完之後就會到這裡 看起來都是一部家族 任務 暫時先到這裡 我要先去逛那個 那個 我要去逛流樂園 奇怪這個都沒有人欸 欸有欸 真的有人 他們是從 喔從那下面上來的 那下面是路口 我看到那個人拿著爆米花要去搭火車 我看到那個人拿著爆米花要去搭火車 為什麼他會在那個火車的後面 這個人摔下來了 我上次看這個地圖 這個是那個嗎 我上次把這裡講成皮卡丘區域 後來我仔細看才發現這個是海灘區啊 是要說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開了 我來看一下這是什麼 有兩球三球的跟 特別的冰淇淋 還有這個是buffet還是什麼 喔對阿這個是百會啦 我原本想說那個是聖代什麼的 那兩個應該長差不多吧 欸有了 可是我以為可以點我想要的 我要我要那個特殊冰淇淋啊 把它丟掉 好像感覺只有這個欸 我看一下 哇第一人稱 變超大格的 這個感覺是幸運草堂寺 然後也沒堂寺草沒堂寺 然後把它丟掉 欸丟掉就看不到 因為 因為 感覺說不定有其他的 沒有花朵堂寺欸 真的是蠻稀有的 欸好像在上面吧 這個是不是花朵堂寺 因為我現在缺的就只剩花朵堂寺了 那個這個堂真的超難拿的 還有我都沒辦法進化那個 難怪這邊有一個雙奶仙 它這個是野莓的 然後這裡有個圖案 這個 1 2 3 這個是花朵堂寺嗎 我不知道 我記得花朵堂寺是橘色的 那是紫色的 應該不是吧 應該先要玩這個嗎 這 不知道是什麼 5 3 5 3 是5次 打中3隻就贏了嗎 好我丟一下這個 都還沒吃就丟了 開 開始 這是套拳拳啊 這個是套拳拳 然後 這個要換第一人稱嗎 哇 怎麼會 失敗了嗎 我怎麼拿不起來勒 突然就拿起來了 好爛喔 算了我等下再來玩 它現在兩個人在玩 因為三個燈亮應該就是這個或是這個嘛 我剛玩的時候 它那個上面是有兩個 感覺是前一個人 它也有打中兩個 這個感覺不能拿 這個皮卡丘的中間有個縫線 對啊 他們的這個真的不我耶 中間有縫線 然後 迷你Q的話感覺是側面的縫線 這個是什麼 是大禮包嗎 還有帽子 這個就是這幾隻的專賣店 就裡面的角色都一樣 這個是那個吧 燭光 燭光什麼的 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這邊混了 玉山加的馬克杯 獎牌可以換 我不知道哪邊可以拿獎牌 欸 欸 他們過了欸 然後咧 欸怎麼都沒發生 這什麼 是 是 誰把那個 誰把那個拆了 為什麼那個桌子可以拆掉 我來試試看 我來試試看 這樣不行 這個不算套中嗎 為什麼沒有分數啊 為什麼 沒套中 可惡 這個是那個獎牌嗎 我來把它偷偷換走 嘻嘻 欸 所以 所以 所以這個要 給我這個要幹嘛 難怪剛才 剛才大家都隨便亂丟 這是什麼 這是幹嘛的 我來看一下 因為 那 為什麼我失敗了 而且還有人把這個丟在這裡 怎麼會有人丟在這裡 還可以換這個 好酷喔 原來還可以換別的東西 為什麼有人丟在這裡 又被我換走了 又是這個 是不是紅色不能打 慘了 他拿這個是要幹嘛 妙娃花這個水溝蓋 到處都是獎帳 我換到一個這個 所以他這個裡面都是有可能會出現的 可是剛才怎麼會有一個皮卡車的立牌啊 這裡面沒看到 我想再挑戰一次耶 一開始就給我一個金色是怎樣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啊 因為那個人還拿著那個木木笑欸 那個不知道剛才那個嗎 不知道是不是剛才同一個啊 我要把皮卡丘拿去那裡 那個人拿著桌子不知所措 趁機把你了 趁機把你木木笑拿走 來看一下等一下有沒有發現 等一下我的冠軍怕被拿走 這個到底為什麼會跑出這個啊 那個皮卡丘被拿走了 那個人拿著槍走掉了 還可以這樣嗎 還可以這樣嗎 這個反射還蠻漂亮的啊 這個反射還蠻漂亮的啊 那個木木笑還已經不見了 那個人怎麼槍還抬在啊 這個是什麼啊 欸可以釣魚欸 欸可以釣魚欸 這是怎麼弄的 5秒要釣 這樣算有釣嗎 釣到了 可惡 可惡掉到一個靴子 這裡 這裡 這裡不知道是幹嘛的 這樣有大絲球欸 哇 有很多牆壁可以換 所以 這可以點歌的 這裡又有一個 我來拿去換掉 我的獎盃還在那裡 西西我要拿去換這個 那個人撿 那個人撿到那個了 為什麼啊 哇 掉到 掉到這個 掉到這個 他撿了我的皮卡丘 然後不知道在城市是什麼 這裡是挫冰點 是無限倡影的挫冰點 這裡好像也可以放 這個是 神奇寶貝嘛 又是皮卡丘的背面 我來看我再去拿一些獎章過來 先去海灘晃一晃 原來那個 這個好像是用在這裡的感覺 頭巾王破圖了 怎麼是斜的進來啊這個是甩尾嗎 然後這個是上次搭火車的時候看到的椰彈樹 真的有一隻昏在這裡耶 而且椰彈樹他真的超高的 每次戰鬥的時候都是只看得到下半身 然後鏡頭都照不到上面 可是他這旁邊的椰彈樹真的蠻高的 而且我看到這上面有一個獎章耶 不知道為什麼 那不知道怎麼上去的 為什麼這上面有獎章 欸是木木小 因為那個剛才已經有了 所以我想再換別的 可憐啦 換到一個新的海膽 這個 地鼠真的好難喔 那我真的投不進去 結果換到一大堆皮卡丘 都沒有別的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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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